登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看见鬼的刑警,初荣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 刑警初荣来到一处神秘之地 这里有个祭坛 有人被当成了祭品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的后背,泰西 泰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初荣能找到没有任何线索的被害人尸体 如果解释不清,那初荣就是犯人 一个人影从前方闪过 初荣让泰西稍等片刻 他会解释清楚的 他推开泰西 把雪撒向男人 男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然后捂着脸逃跑 初荣让泰西留在原地 千万别跟上来 初荣去追男人 前方没露了 男人眼神一变 这哪是什么人 是鬼 初荣不知道这鬼有什么怨恨 但还是要劝他适可而止 这鬼可不简单 他突然来了句 原来你和你爸一样 有一双很厉害的眼睛 初荣愣了一下 然后又把雪撒向了鬼 恶鬼一念一动 雪在空中消散 泛红的眼睛恢复成长 初荣一看 这招行不通 于是便上前用拳头解决 他把恶鬼压在身下 抽出背后的匕首 恶鬼再次动用一念 将初荣击飞 然后一招吸星大法 匕首到了他手上 千军一发之际 泰西将他撞开 两人挂在桥上 险些掉下去 初荣想救 但恶鬼没打算活 手一松 两人掉了下去 时间来到七年后 一小伙边喝酒边开车 路边有个女的在招手 他色情大气 车停好后一看 人竟然不见了 难道是幻觉 再一看 竟然已经上车了 他心里窃喜 今晚能好好运动运动了 路上 他瞄了眼后视镜 人又不见了 回头一看 人还在 见鬼了这是 刚把头转过来 真见鬼了 他一脚刹车 车冲向路边 女鬼烟消云散 天亮后 初荣开始执起 七年前泰西出事后 他这个王牌行警便退居二线 在地方警局处理点民怨之类的事情 他本想休息一会儿 后座的老头总是叨叨个不停 领导有打电话催他干活 有人站到经营 快去处理一下 站到的是个可怜的老奶奶 初荣也很为难 可没办法 有人举报 老头又跑到他面前叨叨 管子 胸口 蹦 要爆炸了 得赶紧去医院 初荣来了句 你别烦我了 快走吧 老奶奶以为是在说他 气得准备收摊 原来老头不是人 这老奶奶是他老伴 初荣看老奶奶可怜 便随从买了点菜 老奶奶推车过马路 手捂着胸口 走到路中间的时候 意外发生 这司机一点素质都没有 一直嚷嚷着 让老奶奶赔修车前 初荣一拳让他闭嘴 另一边 广速队抓了个色狼回来 旁边坐着个女高中生 但被侵犯的不是他 他不是人 是鬼 是床驻广速队的女鬼 广速队最近正在调查 妇女连环失踪案 女警善雨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前科犯赵冬天 失踪者都坐过他的出租车 赵冬天出现了 两人立刻追了上去 结果半路杀出过黑衣人 用板砖把南京拍云 就剩善雨一个人在追了 善雨几里跟不上 让赵冬天跑了 赵冬天刚松了口气 黑衣人就找上门了 这两人认识 赵冬天在帮他办事 他知道赵冬天在耍小聪明 被小钱迷惑了双眼 他劝赵冬天别动歪脑筋 再有下次就准备受死 与此同时 善雨回到赵冬天的车上 他找到了一个项链 估计是哪个被害人的吧 另一面 老奶奶脱离生命危险 再晚一点血管就要爆炸了 初荣想起了老头的话 原来老头想让他救老奶奶 临走时 初荣被一个小孩撞了一下 护士正在找那个小孩 小孩该用药了 错过了用药时间 后果很严重 初荣正都被告诉他们 结果人却走了 初荣去找那个小孩 他来得真及时 小孩倒在他怀里 已经撑不住了 初荣赶忙把护士喊来 小孩被带走 初荣一看玩具掉在地上 索性好人坐到底 把玩具送回去 听病房里的人说 小孩被妈妈一个人丢下 医疗费欠了不少 估计是被抛弃了 初荣不想多管闲事 放下玩具就走 小孩追了出来 让初荣帮忙找妈妈 他递给初荣一张照片 妈妈今年32岁 他知道的就这么多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把糖果 初荣本想拒绝 可小孩实在可怜 打电话报警 警方一直让他等着 他等了很久 可妈妈还是没回来 拒绝的话说不出口 但这事也不能轻易答应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另一边 善雨汇报调查进展 赵冬天的出租车上有八个手势 其中七个是失踪者的手势 剩下那个的主人没找到 估计还有一名失踪者 没抓到赵冬天 让善雨有点失望 女高中生在一旁安慰善雨 可惜善雨却听不到 初荣突然来到广速队 善雨愣愣下 初荣是他前辈 初荣说来这里有事 两人擦肩而过 这时 女高中生发现四郎准备逃跑 他喊了半天 可没人能听到 还好初荣及时出手 四郎的逃跑计划失败 女高中生对初荣来了兴趣 可初荣不搭理他 他突然来了剧 前门开了 初荣低头一看 暴露了 他直咕咕地盯着女高中生 女高中生愣了 不但能听见他说话 还能看见他 孤独寂寞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他缠着初荣问东问西 可初荣却不理他 初荣的到来让其他人很震惊 他可是广速队的传说 凡是他经手的案子 三天逼迫 可惜七年前害死了同事 从此退居二线 在地方警局混日子 初荣来广缩队 是想帮小孩报失踪案 可一看办案人员的态度 还是算了吧 女高中生一直缠着初荣 初荣出了广缩队的大门 可他却出不去 他好像被封印在这了 地方警局今天很乱 好多人来报案 说在98号公路看到了女鬼 这种话谁信 先测测酒精浓度吧 两人突然动起手来 初荣劝嫁 结果衣服被缠烂 照片掉在地上 报案的人一看 女鬼就是照片上的女人 别人不信 但初荣信 毕竟他能看见鬼吗 他把照片放在桌子上 去里面换衣服 他前脚刚走 善语后脚就来了 善语是来问 最近有没有失踪的女性 那张照片引起善语的注意 照片上那个女人的项链 正是他在赵冬天车上 发现的那个 最后一个失踪者找到了 照片是初荣的 他打电话给初荣 可初荣却不接 此时 又一名女孩上了赵冬天的车 车上有提前准备好的口香糖 赵冬天说这是慈善事业 钱会捐给寻找失踪儿童的机构 女孩付了钱 但没打算吃 赵冬天说吃一个吧 就当是纪念自己做了此好事 赵冬天的奸计得成 另一边 善语去医院寻找小孩 小孩太可怜了 善语没忍心说出真相 只确定了一下项链是不是他妈的 这事不能跟小孩说 但能跟主治医生说 得知小孩妈失踪后 主治医生的反应有点奇怪 善语问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他说医院里到处在穿 小孩妈付给医药费跑了 与此同时 赵冬天开始对女孩下手 警车正好路过 赵冬天强装镇定 说客人喝醉了 不知道该往哪送 巡警说那交给我们处理吧 赵冬天心里咯噔一下 完蛋了 这时女孩的电话响了 赵冬天灵机一动 接通电话 哦是客人的妹妹啊 太好了 你姐喝醉了 你跟我说下地址 我把她送回去 电话那头是女孩的朋友 朋友一头雾水 这都什么跟什么 赵冬天不管了 继续说道 哦 东华公寓104栋1106是吧 好嘞 您稍等 马上把人送到 既然知道地址了 巡警也没必要插手了 赵冬天就这样蒙混过关 可她接下来的操作 却露出破绽 东华公寓应该直走 她却掉了个头 巡警立刻追了上去 初中也在值班 一听有人请求支援 立刻出发 善语那边也收到了消息 有辆出租车正在逃逸 很有可能是赵冬天 此时 赵冬天拐到了一条小路上 他这人不结色 只结财 财结到一半 黑衣人突然出现 差点没把他吓死 不久后 初中找到了车 但只有车 没有人 人已经被转移了 黑衣人劝过赵冬天 不要搞小动作 赵冬天不服气 你们拿女人赚大钱 我赚点小钱怎么了 黑衣人二话不说 送他上了黄泉路 这时 女孩醒了 一声尖叫响彻夜空 初中寻声而去 找到了女孩 黑衣人从背后偷袭 还好初中躲得快 打斗中 他发现黑衣人脖子后面有个纹身 黑衣人一看打不过 于是便把女孩当成人质 他一不做二不休 一刀划跑女孩的脖子 而且尺度掌握得非常好 女孩会在三分钟内流血之死 救人还是追人 就看初荣怎么选了 这还用选吗 肯定是救人了 善于赶到现场 初荣总是躲着他 两人之间应该有什么故事 初荣回去冲了个澡 他身上的伤疤可真不少 电话在响 他面接 注意力都在那三颗糖果上 小孩挺可怜的 他决定帮这个忙 去警局找照片 没找到 同时说广速队的女警拿走了 这就算了 抽屉被锁 钥匙也被广速队的女警拿走 这是逼他去见善于啊 广速队那边 最后那名女孩还没脱离危险期 就跟田命伤当场 线索全断了 这时 善于接到初荣的电话 两人就在天台见面 女高中生也在 初荣拿了钥匙就走 善于问他对失踪案了解多少 他说一点也不了解 照片是小孩缠着他 让他找妈妈 他才勉为前男收下的 既然善于已经见过小孩 那小孩妈遇害的事 就交给善于去通知了 初荣的态度让善于很无奈 他变了态度太多 连当初的约定都不遵守了 善于很激动 初荣却很淡定 他让善于别被过去束缚 要活在当下 初荣头也不会的离开 留下善于一个人伤心 女高中生就安慰善于 当然 善于是听不见的 善于拿出一对戒指 回忆着过去 女高中生被漂亮的戒指吸引 用手碰了一下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灵魂浮到了善于身上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善于消失了 直到路过一面镜子时才发现 自己变成了善于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镜中的刺激 此时 初荣还没走 小孩的话一直在脑海中徘徊 他决定破一次力 帮帮可怜的小孩 与此同时 女高中生冒出一个想法 只有灵魂的他出不去 现在有了肉身 是不是能出去了 他怀着坦克的心情尝试了一下 果然能突爆放音 离开广塑队 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定睛一看 初荣还没走 他直接上了初荣的车 初荣让他下车 他不说话 一直笑 敢又敢不走 只能随他去了 他已经好久没看过外面的世界了 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 和他印象中的世界完全不同 初荣带他来到一个地方 小孩妈就在附近 初荣让善于待在车上别动 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善于是女高中生 他去找小孩妈 善于突然尖叫着跑来 周围太阴森了 他害怕有鬼 这就有点搞笑了 鬼怕鬼 初荣从他的言行举止中识破他的身份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突然一下就附身了 这时 他胸口突然疼得厉害 是小孩妈搞的鬼 他头一歪 不省人事 初荣看了眼不远处的小孩妈 然后把女高中生送到车上 小孩妈还在周围 初荣问他到底想干嘛 他不说话 初荣追了上去 可他却不见了 去哪了呢 去下面给初荣提示了 L3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初荣第一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能看见鬼的行径 被囚禁在方寸之地的女鬼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那人鬼搭配 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是日更的动力 关注是队友的鼓励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